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匈牙利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Maya 欧尔班维克多在名为无审查的欧洲的在线国际会议上说 欧洲正在走下坡路 权力的平衡也发生了变化 目前所有人都在等待德国的解决方案 由为了公民匈牙利基金会组织的活动上 除了匈牙利总理以外 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吴奇利和斯洛文尼亚总理亚内茨杨杀也发表了讲话 欧尔班维克多说 现今两种不同的设想将欧洲分成了两部分 需要用一种方式结合起来 西方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东方国家 我们必须学习容忍我们之间的分歧 我们中欧人不能告诉西方应如何领导他们的国家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些差异 即使在愿景方面 那么我们将能够一起生活在一起 并使欧盟团结在一起 我们中欧人必须要求西方不要告诉我们如何生活 我认为这是延续我们与欧盟之间故事的基本前提 我相信这是可能的 全民协商引起了巨大的兴趣 至今为止已有超过23万人填写了问卷 此次调查问卷基于新冠病毒疫情 根据专家的说法 几乎可以肯定将会出现第二波疫情 薛亚利因此将被做好准备 因此政府希望知道 人们对于疫情防护所需措施的看法 薛亚利在几天前就没有出现过 由于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患者 国家公共卫生中心发起警示 仍有必要继续遵守防疫规则 多默托尔乔报表示 即便成功地完成了针对新冠病毒的首轮斗争 但病毒依然存在 据报道 周边国家的感染人数正在增加 总统府国秘书强调 由于依旧没有疫苗 薛亚利需要为第二轮的疫情浪潮做准备 因此政府就此问题展开了全民调查 以确定期间为止 在抗击疫情方面最受支持的措施 在众多的问题之中 比如薛亚利人民认为 是否需要加强对养老院的保护 他们是否同意经济保护行动计划 以及只要疫情的危险依旧存在 就不断地保持医疗储备 根据总理府的通告 近几天收到调查表的数量大幅度增加 这表明对于薛亚利人民来说 表达对防疫措施的看法非常重要 东莫托尔乔报表示 薛亚利人民支持为减缓病毒扩散而做出的决定 对于战胜疫情必不可少 因此妨碍问贱调查将危害到第二波疫情的有效防御 宝克什核电站二期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负责投资的公司向全国原子能当局提交了 两个新机组建设许可的申请 核能局有一年的时间对其进行评估 一 二 三 宝克什二期核电站约一年前开始建造 此巨额投资已进入新阶段 宝克什二期封闭市股份公司就两个机组的建设许可 向核能审批部门提交了申请 该文件的目的是向审批部门证明 该机组将满足所有核安全的规定要求 负责核电站投资不管部部长舒利亚诺斯 在匈牙利国家电视一台强调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机组 在所有方面都符合匈牙利和欧盟的安全要求 审批部门有12个月外加3个月的时间来评估申请 将有100名国际专家参与任何阶段都可能提出问题 如有必要我们得提供答案 我们相信不会有任何问题阻碍许可证的及时颁发 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明年将开始准备建造新机组的场地 位于巴达琼尼奥尔石的复林植物园 是全国最具特色的植物园之一 散发着地中海的气息 参观者可以观赏来自五大洲的500多种植被 其中包括各种松树 柏树 雪松和多彩的花卉 这里是家庭出游的最佳场所 孩子们的儿童天堂 迷你冒险员 绿音长廊等待着他们 成年人则可以在附近酒窖 品尝巴达琼尼山的优质葡萄酒 巴拉顿九瑞克的美景台 是巴拉顿湖区不可错过的景点 该地区曾被称为教堂山 高140米 位于巴拉顿九瑞克的东部边境 美景台与其他建设的观景台不同 在这里无需攀登即可欣赏到巴拉顿湖 导伯尔曹盆地 斯格里克特湾的如画美景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